民生焦点 台铁的票价接下来恐怕真的得要寒涨了 因为将近动涨27年之后 现在传出推出的最新调涨方案 恐怕涨幅多达100%以上 所以我们就来算一算 如果台北到台东现在票价是783块钱 翻涨一倍之后至少得要超过1500块 让许多民众大喊吃不消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 因为台铁的价格实在太过低廉 没有办法反映市场机制 这样的调整有其必要 在熟悉不过的场景 台铁是不少学生上班族每天通勤工具 只不过搭一趟 未来恐怕得多掏点钱 台铁从1995年到现在将近27年时间都没有调整票价 如今却传出要调涨 未来的票价可能会涨一倍以上 从台铁运价率来看 是国内公共运输最低 根据台铁合理报酬率3到5%推算 估计台北到台东票价可能从783元 一口气涨到1500元以上 民众买单吗 一下子调涨了一倍 我觉得那个落差太大了 好像有点多 看他们的服务跟设施 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票价调不调各界都有意见 不过有消息人士透露 今年是选举年 怎么可能在今年调整 台铁低调表示目前研究案正处于其中报告 研议阶段 各项研究内容需要等到确定之后才适合公开 另外台铁将会整本案期末报告成果 连同年度票价 检讨报告提报遭通部 一倍以上的话 那其实自己开车也差不多啊 那所以我觉得还好 物价的部分也会跟着调整 那台铁进行调整 那我觉得是可以接受 有学者认为调涨能适当反映市场机制 但回顾台铁票价调涨历史困难重重 这次是否能顺利调涨又该涨多少 势必得审慎评估 记者夏军长黄玉婷采访不到